接下来请收看 般若讲座 当时就去做了一些事结果 透明中通常便接下来 这些事给 decide 这些事取消化 中文是中文的 就是要在我身上 Ark 一切让我三切 外国那他们会哪里 在此前有百痛那小军 рон,nuts想要被与他 因为召清洁ja 只由兽凯vi 所以那我本以嘉重 出来以便我 他一直插我了 他去做的哈玛 去做的那些哈玛 什么都要做的 这些哈玛 他们都很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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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哈玛 拿到那些哈玛 他们都插给我了 有些人他们是夫妻共同 一直以为上师 或者是男女朋友 大家一直同约上师 所以变成金刚法友 可是相处当中 往往会有一些冲突 或者是难以对对方 产生爱心的情况 请问人物觉得这样的情形 该如何解决 而物件回答说 会有这样子的内心冲突 其实主要是缺乏 对佛法的道理的认识 因为所谓的依旨上师 上师本身是什么呢 上师本身是僧情 那生起的内在意义是什么呢 也就是要修学慈无量心 跟悲无量心 不管是我们彼此的关系 是友谊 或者是亲自的关系 其实都要在这上面下功夫 才叫做意志上师 要懂得怎么样跟别人培养 培养跟对别人的慈心跟悲心 如果尚未生起慈悲心的话 应当要令他升起 尽可能的要能够升起广大的悲心 然后如果已经升起慈悲心的话 也要让他不帅退 为了要让你升起的慈心不帅退 所以以此上师 上师的本性 无他实际上就是悲心的自心 所以当我们把学习和慈悲心看 以及上师看起来是各自不同的事情的时候 那就没办法充分运用佛法 因为我们就产生了很多的对立性 认为法跟法 人跟人是分开的 实际上要意志上师 重点就在于要修持慈悲心跟安忍心 如果你有了这两个重点 抓住这两个重点的话 与谁相处都会和睦的 甚至不是只有跟你亲好的人 你会跟他和睦 你乃至于对于自己的仇敌 自己的对手 也会能够和睦相处的 所以如果你不懂了这一层道理的话 跟谁都可能会产生冲突 那每个上师跟你讲的东西 你都不能够融会关聋 都会变成良好之事 其他人都愿意待在这一层道理 只是用户监情 产生冲突参成良好之所以 你永远都能够遮掌控制 董事学生已放在家中 每个人在里面看到老师 死人心移动 这天天不回来 neutron锯 跌倒成人口 爱总统нес 老师 没20成人 总统长 更多人在中间你也有个蛋子下来 我设计那种麻将是真正的 那如果处理我会去 这个时代的时代我会去 从这域我们不认为 跟我说的油肥均补,我会整个小肠宏 我会释放一篇 我会释放一篇 小肠 colleagues 每个家团 我们会释放一篇 在跟药一篇 我们会释放一篇 而且应当要了解慈心跟悲心的功德 这一点是格外重要的 比方说你应该是一切人 都是能够激发自己慈心跟悲心的祝愿 比方说今天有人令你感到不高兴 比方说 比方说今天有人令你感到不高兴 因为我心反感了 那么就会激发你内心的称心 这个时候你应该想 就是因为它所以让我认出了内心的称 而称是我的痛苦的根源 就好像是我体内有着疾病 现在透过外缘让我认识到原来我是有毛病的 所以我真的应该感谢这个让我身体称心的人 如此懂得感谢对方的话就不会强化我直 如果你不懂得这样的去思考的话 我是越强 那么你就越不懂得慈心跟悲心 越不懂得不理心的道理 所以应该要晓得我们在修持上 侧重从慈心悲心下手 而且不要一味的向外看 应该要向内反观 使所有的人不管跟你相处的态度是如何 都把它当成是培养慈悲心的祝愿 如此一来才能够真正的使所有众生 如同家人一般 然后再来是 我说 讲这一切都 你 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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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界両业来 我奶油來自在 冬孕 芽車是 傻食 如若 幸福 天山之地 inf 无本疑 自从而逃半的会 Aid and 次从人身上传能力 却在逃半辑的物件和元件 必须想进入 靠靠靠 估修品比特兰华和白 2008..... 彼选 dell 川阳大佐佐コ fivełam , 三añ稍後深, ling Identity jsang someone Jil sMM of m willen خ g d g bh laddertikaisu 以leh以禁止被荷蟑西 dzév赤 早上迦在将军 只差点偷 一年就不怕的轻力 他有一个人只是持有点 做档福西的荷蟑西的荷蟑西的荷蟑西즌 我就做了一个的荷蟑西的荷蟑西的荷蟑西 然后吃荷蟑西的荷蟑西的荷蟑西的荷蟑西喝 三八千年延伸 现在也会参加方向 大卫心应当是遍一切去共处的 在实现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落实呢 我们应该要从世俗不敌心开始修持 并且开始去习惯串习世俗不敌心 从知恩念恩开始 首先先了解到自己父母的恩情 再来是市场的恩情 再来是国家的恩情 了解到父母对自己何以如何大的恩德 乃至于散保对自己如何大的恩德 圣僧们对自己何等的恩德 晓得慈心跟悲心是如何能够对峙自己内心的称心 如此一来就会晓得其他的宗教当然也谈慈悲心 但是佛话里面极为强调慈心跟悲心的重要 极为强调如何让他能够增上 增上的方法具体的方法就应该要知道的是 利他最终才能够自利 如果真正想要让自己也蒙受其利的话 就必须要从自他开始做起 因为国质就像是冰块 而利他习慈悲心就像是热源 就像是太阳一样能够消融国质 了解这一点之后 我们的慈心跟悲心才会增长 所以一定要先从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市场 国家的恩德 逐渐的向外扩张 希望能够饶育他们 最终才能够真诚的希望饶育一些有心众生 在我们还没有真诚认发起如此的持无量性之前 都必须要不断的透过思维 不断的串习来习惯这一点 不断的去陪用他们 这就像是自治与他们被冠掉的 都被冠掉了 这就像是在这种ễ抽了的 我想的医生中的伴侣 让他们越来越成了 排除阳的旗呢 等于你中男人士 而女人士 秦来自秦来自贤的佛罗 秦来自贤的佛罗 他三是 男人 安 男人是在外面 也没人 所以也步等了 lados裁置 但是有部份的 allí 晚atos clearer眼睛 agencies有新本行给 我們就要れて 而是怎麼贏成an 而是 出移民牌 在里面 都是俄立的,我们是生的,生长的计划 现在是生长的计划,就是生长的计划 现在anksと一大计划 Fall上是生长的计划 然后是生长的计划 这些计划是很好的 他们是生长的计划 就会有一个计划 你就会找不到的那 gren пов 那个人回到计划 如果大家就能不能上帝 就能上帝就能上帝 慢慢的 慢慢的 能上帝 至于念诵六字大明咒的时候 您应当了解 六字大明咒代表的就是观世菩萨 而持诵六字大明咒 与持诵任何本尊的咒语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因为他是一切诸佛之父 当我们修关于法门的时候 我们所修的不要 所修的重点不要放在他的色身的形象上 您应该要从他的内在意义去理解 比方说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要牵手牵眼 牵手的意思代表能够救度一切有情终身 保护跟协助有情终身代表他的搭配 牵眼的意思代表他能够 能够观照他能够知道一切终身的苦 然后 因为有慈性跟观照 所以他想得 一定要令终身 承办安乐 跟安乐之音 我们也应该这样去想遍一切终身去读 乐结乐因 然后 将这样的心能够广泛的推广 我们是等虚空的一切而行众生 这样子 这样子以来观音的功德 也就是佛功德才能够遍布一切众生主 应该有这样的理解 所以凡是有这样的心态者 他实际上男性就是观音 女性就是度 我们在修法时不要只想着色想 而是要从他的内心的功德 慈性悲心的功德去理解关心 当你心里面有一点点微小的慈悲的时候 你应该要想着 噢 这个就是观音的心 这个就是佛的心 这个也就是我的心 这就是三性诸佛的心 如此一来 在这种观念的前提之下 心中意念 慈性跟悲心的价值 念中六十大名之后的话 这个就是能够提升慈悲心 消除我时的最殊胜的方法 那么这什么意思 我如果不必须 这种感觉 大的 8 呢 現在 雷 得 每一個 你 有 彼此同樣給他自己打住和她ologies 他們的身份就是 我 им當早有聖誕ico 他們想自己保安 雖然他們無所講話 根本有你如何知你 我认识了你 你的姓 你自己有何人 你的姓 他每年都有了 你可不思认你 但我认识说 你可认识 你你好 你我是 我自己的姓 你这个姓 我身上的姓 你这是 我认识台湾 我认识台湾 你认识台湾 你所以 他的姓 你法都是 邦 从 你 我认识台湾 你 所以我们的东西相比较错了 我们在这家里在国小博社会上去 我们有中国的党养 我们在中国的党养 是个全国的党养 不过一家地 党养 关系都蛮好的 然后内心也比较开朗的 然后之后学佛以后 反倒人际关系疏远 那些非常的郁闷 就是为什么 其实不要只想着 这是因为今生我的所作所为 比方说学佛所造成的 而是应该要晓得今生的一切苦乐 都跟过去的所造的业是有关系的 比方说过去生你的诚心 跟你的嫉妒心会影响到今生的 不是说全部都是因为你今天 今天这样做 然后今天学了佛 然后才变成这个样子 不要这样子去想 应该要想很多事情 是跟你的过去所造的业相关的 既然是跟过去所造的业相关 就应当要去进化 已经造下的这些业 比方说我们想要往生希望极乐世界 那现在就应该要种下 将来要往生希望极乐世界的因 就像这个道理一样的 那我们既然晓得说这些 幸福跟快乐就来自于 自己的慈心跟悲心 那么同样的 我今生能会遇到一些不顺 或者内心的郁闷 其实跟过去的业是有关的 现在是如此 我现在等于在消除过去所造的业 所以应当要从这一点去思考 不要老是想说 好像都是因为这些学国的关系造成的 你要从英国业力 以及认识烦恼的角度 来看待这些问题 应该会有改善的 如果想要注意 明显是一位 刚才说那些 实在是有关的 对方有个人的 演唱的 对方有什么 我现在有没有 要求是一个 你现在也认识烦恼的 有些人有 听说 那些人有 我现在喜欢 我说我就有处理 鱼给你 marking不就 opinion 殮—等这时 我отри 天下 那 我的 有些人他对于上师非常有信心 然后看到上师很欢喜 可是对自己的父母反倒没有什么样的感受 然后这样子会不会是有问题的比较矛盾的 而我们现在回答了就是说 应当要晓得对上师的恭敬 应当要能够激发你对父母的孝顺 这才是重要的 而且对父母的孝顺跟孝顺是极其重要的 要晓得你生跟父母处不好的话 肯定你在过去也是过去生跟父母处不好 过去的烦恼造成了今生也处不好 所以你就更加应该要好好的去善待父母 对上师的恭敬跟对父母的恭敬 其实是一件事情 而且照理说来 对父母在态度上的恭敬 应该要做得更好才是 因为所谓的对上师的恭敬 应当是对上师的语言恭敬 但是对父母要更讲究在自己的表现上面 外在生育表现上面要更加做到恭敬 因为包括如果你自己还是为人父母的话 你怎么样对待你的父母 将来你的孩子就会怎么对待你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要懂得恭敬上师 又透过恭敬上师来 对自己父母要格外的恭敬 对自己的父母要多培养耐心 都能够关爱他们 孝顺他们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以前的父母要和谷子 你和谷子的传统 你跟谷子的传统 你了吗 对自己的父母的父母 都没看到 他们在中国 mater季中的传统 那些传统 如果是以后 都没穿过 我们就在家传统 那些传统 都没穿过 所以他们 对自己的父母要多了 所以他都不爱 所以他都不想 所以他在生育中的 所以他在生育中的传统 現在傳染這些在訪亡訪難 Hero 語言語說 有些人他們夫妻之間信仰不同,或者說比方說有一方都在造惡,但是造惡卻不自知,那我們怎麼樣才能夠幫助到他們呢? 我們現在回答就是說,應當要對他們修慈悲心的,應當要曉得這是因為過去的煩惱,比方說愚痴的煩惱,讓他不懂得恭敬三寶,不懂得因果業力跟前後世的道理,他對這些是無感的,所以你應該要曉得這是他本身缺乏智慧而充滿煩惱的表現,而不要跟他,不要認為說這是不好的事情,不要認為他本人不好,而是因為過去的煩惱造成他今天如此,你應該要曉得是他的心裡面也是 他是有慈悲心,現在只是暫時這個慈悲心的力量被煩惱給遮蔽了,所以呢,他會有這些想法,會有這些態度,所以對他完全不應該覺得他這樣子不行,他這樣子不好,而應該要對他修安忍,而且你應該想的是,不僅僅是他有煩惱,我也有煩惱,我們兩個人都是有煩惱,這一點是完全相同的,而且稱佛宗子,不僅是我有,他也有稱佛宗子,所以除了修安忍之外呢,也應該對他修親近觀,對他聲稱性呢,是 這是完全不應該的事情,這是要注意的 這是要注意的 剛剛這個問題是說,如果家人沒有學佛,可不可以代替他們行善或者迴向,我們應該說可以的,我們應該要代替所有的眾生去培養慈心跟悲心,然後去發願的 這是要注意的 這是要注意的 啊 Jersey 哦 哦呀 哦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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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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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慢慢 再再勉強 超慢的 再再勉強 五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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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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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是 今天 的 就 你不是在 Katie貴徒曉禮把 如果你想要坚派的那些海面呢 如果你看到那些海面呢 那些海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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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adequately烧链 那些海面呢 那些海面呢 就是海面呢 海面呢 海面的涨 陈珍珠 那些海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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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ここ 海面呢 海面呢 因为有几个问题是类似的 就是关于跟家人在佛教信仰上面 我们的佛教信仰跟他们的认知是有差别 比方说因此造成不和 或者是他们反对我们这样的做布施 有几个法有都是类似的问题 该怎么样面对 而我们也说其实跟家人的和睦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因此产生冲突 不要因此不高兴 而且应该会晓得说 他们是因为出自立色心跟烦恼 所以才会这样的反对 所以我们避免他们生烦恼心 不然的话他们会产生很大的过失的 你可以用其他方法来替代 比方说你不一定要用市值的布施 你心里面可以观想 用献曼达的方式来献共三宝 不是说他们反对布施 你还是非得要去做的 让他们能够跟你和睦相处是非常重要 不要导致他们的诚心 对他们的善行要常常随习 然后要晓得这是他们内心 吝啬心 吝啬心 烦恼的过患 对他们要修慈悲心 不要起冲突 这是非常重要 Full 在初际度上的人 拥要不要做發生的应该 不必要做发生的 不必要做发生的 最后我们发生了早上的一年 其实不过不必要做更多了 最后再慢慢听应该 她也可以跟她们以外走 但她们有些其他人 她们的经济萝卜 她们也没有知识 这一部分的可以理解 那是怎么刷了怎么刷了 你怎么刷到的呢 因为人来说 他如果人来来 他 要怎么刷牙 他就要 특히人来看 他就能刷这些 人来说 他就会被人的 那些人来看 他就知道 他也看见 他就会说 看见 所以我去认为,我们一直在说,有些人有病, 亚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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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有病。 有些人因为身体的关系无法生育, 有些家庭就会给媳妇比较大的压力, 该怎么处理? 那有些公婆可能会希望 希望这个孩子 如果希望如果不能够生育的话 至少要能够领养 那该怎么样面对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接回答就说 能不能够生育子女 是否能够为人父母 其实跟过去的业有关 这种事情是勉强不得的 而且呢如果可以的话 条件许可的话 去领养孩子也是非常好的 而且他的福德 甚至会比照顾亲生的子女福德大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照顾亲生子女 有时候你往往会带着我侄 在照顾他的 所以这时候你的 你的照顾很难完全做到 六度佛罗蜜多的 但是养子的 你在照顾养子 或者是就是领养子女的时候呢 在态度上可能是会有点不一样的 所以往往比较能够承办 六度佛罗蜜多 而且呢会让你的慈悲心更加的强 所以这也是非常有益的 对于这个领养者来说 也是非常有益的 到底能不能够生育子女 这个完全拒绝于业 也千万不要为此而勉强 勉强的话往往会因此而造许多的业的 对于是 我们的老师 现在说出来的 我们现在是 对于是 不知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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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卓文 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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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对 这人都没有了 人都没有了 平衡了 人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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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都没有了 像有好几个法要的问题是说 如果家里有一些长期患病的父母 要由媳妇或者子女来照顾的话 长时间下来会觉得非常困扰 也蛮难过的 该怎么处理呢 人们其实意思是说 建议最好就是找其他专业的看护来照顾 你就给他工资 让他来做这件事情 其实这样的负责也是有的 因为你长时间照顾 确实对主要照顾者来说是非常大的压力 而且你去请人家来做的话 既有不时 也有直接 也有安忍 他也是可以的 长期都是自己照顾 也是度网 Пос 他们的叔叔在家里面说 他在家里在家里面说 他在家里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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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 请看护来照顾自己的家人 也有非常大的重要性 在这世界上也有很多人 他们是缺乏工作机会的 你等于也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 而且他之所以缺乏工作机会 跟过去缺乏资量还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样子去聘请看护 实际上也是一种不失的行为 如果你在心态上 还能够结合菩提心来做的话 这件聘用的事情 本身还可以成为将来成就佛果之因 所以功德是非常大的 这样子聘用看护人员 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很大的好处 就是确认他 他一直在这种工作 灵魂之间 我该的状态 有多僵依然 你没有一个状态 你没有一个状态 你也会招待 你这样子要求 nosotros送互預設的 因為 北京,我那些招令 再進 いる感じ地 普通illa 贖、珠標、小物 leur的客藍 伊朴 niño,他也知道了 他會沒什麼 嗯 最近他會黑薪林先生 我會知道他就 Warren 但他會常 說話 為什麼 我們是一組的 吃了 的 absolut 猛狐人 插阻 弦 录 打 然后 说 衹衹衹补动 老大 黑 几 八 八 几 三 五 八 震与 曹 鸳 西 带 多 三 三 蜜 震与 冉 弦 红 entonces 在意识中 我 打 Dire冉 录 附 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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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以后就两个节奏 这种肉败 吃成粘败 六个粘败 唱个 八星主 唱个都比较好 这些节奏有吧 这些优秀没吧 这些优秀 这些优秀的结果也挺 有些发言是说 在因为学佛以后 就对于好像所谓世俗的事情 或者是工作上的热情就比较缺乏了 就好像变得没有那么想要做这些事情 那该怎么样面对这种问题 那我们先回答就是说 其实一切身体跟语言的造作 跟自己的内心的态度完全是有关的 一切事情也就是取决于自己的心态 比方说你今天做工作 不管是开工厂也好 或者在工厂上班也好 你心里面如果是利他的话 那确实就能够结合实修跟你的工作 比方说开工厂的人 他心里是为了利他 那他提供很多的工作机会 这也是用利他的行为 同样的作为一个受雇者 他心里面应该想 我是佛教徒 那我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功德呢 我应该要有菩提心 我需要慈心跟悲心 我也需要安忍 所以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 我能够想着这些价值 去工作的话 其实也是在修行的 可是你不去工作 心里面总是想 我要成佛 我要变好 其实你是在强化你的我值而已 并没有真正的去利他 这两者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所以你如果心里面总是怀着 我必须要饶意其他的人 这种态度去做事情的话 这本身就具足六度佛罗蜜多了 当然如果说因为过去的业 所以导致你无法工作 这是另当别论 可是如果说 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 你去工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结合这些工作跟实修 比方说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你付出劳力本身也是一种故事 端看你怎么想的 那你开心的 让人说说 在书伯来被 汤部门用的 被拿刷 插全部用的 让人说说 给什么被落盘 你先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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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刷是 约红松的 是当当 刷头来的 像它如果是採用人物或是以防操酷的 是如果你要朝夸就要做立场 如果在这里做立场 你教育又做立场 就是在决定中 不过我会做大家的用心 不过我会做立场 是在对立场上的阶段 某些人都是用作冠材 的 很多固肯 可能在评班中取完 大家有编程如果想 不想 接受�송 所有东西是宍库的 就是 冥金的 衣服 獄是用 إ これは太辣 很少巴 επ 到家غ dro優 温 сво 才不會 如果是不是有在上海的信件等 或是收了一群的手估計 如果是不是因此 如果要收拾 收拾 收拾 收拾was力 有些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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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些人自己在身体不适或者是状况很不好的时候 对其他众生难以生起慈悲心 这个时候该怎么样应对呢 人们接回答是说 痛苦跟疾病 你在看待他的时候都应该要认识 这是从何而来的 他的起因是自己内心当中的 诚心吝啬等的烦恼 过去曾经害他所造的这些恶业导致今生的果报 所以当你在受这些苦的时候 你应该想这是在进化我过去所造的罪业 这一点是必须要了解的 而且不要只是想说只有我在受苦 怎么偏偏只有我在受苦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有些人会走得极端 可能会走上比较像是自我了结的这样子的道路上去 但是你应该晓得 根本不是只有我在受苦 在这世界上那么多人 大家都在受苦 我是人 所以我身上会有病痛 本来就是尝试 既然是如此的话 我应该去想 这苦到底是从何来 疾病从何来的 原来是从我的称心 我的基督心而来的 那现在 借由疾病 借由苦难 所以让我能够还的过去 所造的这些 所欠的债 或者说所造的这些罪业 所以我来世 就不需要再背这些债务下去了 我今生培养慈心跟悲心 将来在来世是可以受用的 所以我将来可以不受烦恼所宰治 我可以得到自由 所以你不应该对自己的疾病生气 你要生气的对象 应该是自己的烦恼 应该要去降服烦恼 因为是烦恼带给你这些问题的 而且呢 你应该要晓得说 不要去排斥疾病 你越排斥它 它离你越近 你越是拥抱它 把它当成是你的朋友 把它当成是你的助缘的话 它会离你越远的 谢谢大家 春阳普照大地 洒落一地的银白 回风徐徐拂过树梢 带来盎然生机 越过幽闭小镜后 放眼望去 便是静谧又安详的美山护生园 位于嘉义县民风普世的美山乡 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志业中华护生协会 占地面积约十甲的土地上 林木丛玉 层层环绕宽广的园区里 滋养着许多物命 为了照料及管理上的方便 园内的狗儿被安置于三个不同的区域内 无论是哪种体型的犬类 一见到人就快乐地摇尾示好 当欲望围栏接近 狗儿们就愈加热情 此起比落的叫声 好比狗儿们的欢迎问候声 从四面八方传来 向前触摸狗儿与之同乐 每只狗儿欣喜若狂的模样 五步烙印在脑海里 令人难以忘怀 原来快乐不只是讲求身体上的满足 心灵上的富足也很重要的 对狗儿们而言更是如此 珍惜这难得的喜悦 愿此回忆 长存彼此心间 梅山护生园中 不同种类的牛群们 则集体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 像是黄牛 羹牛 水牛 乳牛等 到了园内唯一的牛群里 有的牛儿张口大袋木草 玉米 古物等素食饲料 有的嘴里仿除食物 有的做某某生 被牛儿舔视手部的同时 与之四目相交 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愉悦 欢迎着我们的到来 为了提供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并维持园区的运作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所有的动物们 皆能与此安享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美山护生园 这片动物们的清静得途 实践佛陀埃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账号42138483 42138483 护明中华护生协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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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們一群人,很多的菩薩們一起發行到布隆族的部落 去關懷這些低收入需要關懷的老人 因為我們去看了之後,有三戶 心很痠,一戶是在山上,沒電,但是有水 但是這戶人家七十多歲 一個是七十九歲,一個是七十三歲 兩個老人家相依為命 對,種一些菜啦,就這樣子 他們下去是買肉而已,其他就是 找一些野菜 然後買些米這樣子 捐一捐水就對了 中間啦 假如有事前你給我講講 這是 海風啊 他跑上去也要看那個 他都幫我家 一講到倒下去啦 樹 樹打到口 好 剪下來 差一點 差一點死掉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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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師傅 他說悟陀佛 就是說永遠的 生日快樂 永遠的 開心 OK OK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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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還有一戶就是 整個 整個 自己的家都燒掉了 然後咧 家裡 很嚴重 也剩下兩個老人家 尤其老人家看到沒 一天一天老 然後走路也不方便 之前這個是吃腳 那這個當初燒的時候 就打不進去電話 最近我才知道 他當時先生打電話 因為他們出狀況 我就跟他的女兒聯繫的時候 沒有接電話 後來我就跟他的那個 聯繫聯絡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我的老婆去 我下一個怎麼會這樣子呢 多念觀心菩薩 就為我無報 他們觀心菩薩 你念觀心菩薩 很苦的時候 很苦的時候 你念觀心菩薩 他就來幫你忙 對 叫觀心菩薩來幫我們忙 我們很苦 就沒有煩惱了 就健康了 我們都是這樣 這個就要放了 這個要壓才會開 你們就不要收了 就這樣了 這樣拿進去就好 不要再收了 另外一戶人家 另外一戶人家 家裡有一個兒子 又龍 然後又啞 然後母親又摔傷 然後家裡也沒有什麼人可以照顧 然後整個家裡啊 整個很亂 物資啊真的很差很差 他這一戶齁 他現在是一個 他的 他有兩女一男 對 他現在這個叫龍崖 他是龍崖人士 現在已經往生了 前幾天不小心跌倒了 走路不方便 愛施主 愛施主 對 而且他本身就已經有那種 殘障 走路又不方便 走到這裡啊 還好這裡都沒有外甥 對啊 對啊這個 一頭就摘下去 有下坡嗎 就摘下去 要小心啊 他這個有 火燒 所以是 火 對 後來就會重建 因為他們無能為力 再修補了 後來 我們有請那個 地方人士幫我們蓋 他就弄一層一層鐵皮 什麼都沒有了這樣子 他有的時候就是靠那個 他小孩一個月 三千多塊小孩 其他的就是有人救急的 他也不能工作啊 你看你看 他的那個什麼 身體狀況就不行了 不滿意了 算是不滿意啊 有時候 隨便吃 這個野菜也好了 吃得飽就好了 謝謝他們啊 謝謝他們 只有這一句話 我沒有別的 其實我們在台東也是很激烈想要做這件事情 生命電視台 帶著那個 相助 再給應援的計畫 認識的秋村長 然後又要對山區 暴露了一些 弱勢老人團體的 情況非常了解 所以我們跟他提一件事 他就願意跟我們合作 然後帶領我們 進入山區 關懷這些弱勢老人 不滿意了 所以我們和你和你和掌摹 你和你和你分析 然後你擔心 互相戰爹 都會在祈禱 你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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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和你和你和我 你和你和我一起 你想出什麼時候 希望是說 你和你和我 在祈禱下 你和你和你無所謂 祈祷十倍激進會 祝福臨業 我們常常會聽到說 好像救苦救難是菩薩 可是有時候我真的會覺得 反而是這些受苦受難的人 反而是大菩薩 他讓我們有機會來發心 讓我們有機會來修這樣子 他們四線的病苦 讓我們有機會來學習 師父在跟老人家講 開示的時候有做我們宗教的不同 可是在當下我覺得 老人家可以很體會到 師父所講的內容是什麼 然後雖然在這個不同的宗教 可是我們是已經融合了 然後這是一個地球村 我們就是互相幫助這樣子 看到他們的生命 雖然很辛苦 但是他們活得很自在 那種自在讓我們很感慨 因為我們在世間 雖然一直覺得想要住好一點 吃好一點 用好一點 但是看到他們雖然苦了一點 但是他們每天就是覺得很快樂 雖然世間我們追隨的太多 但是如果能夠放下一點點 用自己的福報 更多的這些我們需要幫忙的 這些老佛善們 節節約 讓我們累積福報之良 靠著佛陀這些加持愛 可以持悲 讓他們也可以到臨終的時候 能夠無厚無之憂 往生散去 不知悲的生活 再有自卑的生命 生命電視與你一同追求真理 成熟你的生命 生命電視與你一同追求真理 成熟你的生命 接下來請收看 海濤法師弘法講座 光子在菩薩 你心心啊 心聲 technique 下 Vil efic 來 沙粒子 色不亦空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手相行是一幅诗 舍粒子 色珠发空香 不生不灭不高不尽不曾路见 世故空中无色 无首相行是 无言而闭涉身影 无色深香味出发 无言间乃至无一世间 无明亦无明晴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情 无枯击灭道 不知你无得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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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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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